这次参选你太太有反对过吗 她一向不是很赞成 真的吗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广播中自爆 其实老婆不是很支持参选 后来还是在蔡总统亲自出马下才成案 但现在要担心的不是家人挺不挺 而是国民党对她的攻击 陈时中前天才自曝曾经申请绿卡 就被蓝营立尾酸是霞美自重 她要骂也要骂对啊 对不对 而且我想这东西在用在这样的一个操作 实在是也就有一点low了 一句话反召国民党投入选战之后 陈时中火力加温似乎也反映在民调上 最近媒体民调数字出炉 陈时中稍稍领先蒋万安0.3% 排名第一 不过三个人的差距都相当小 国民党想要赢 要操作气宝黄珊珊 胜算才比较高 我也不算是领先 大家知道4.20 23.9 这都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基本上大家平常先来看 蒋万的优势好像不这么明显 蒋万要很小心 日运的基本版40% 那他到了 那剩下60% 蒋万跟黄珊珊来分 只要黄珊珊是20.1 蒋万就危险了 北市撒卡都底定 连良营自家人都有些担心 蒋万办公室则回应会继续努力 争取市民支持 只是陈时中团队动作之快 显然也给各阵营压力 18号下午要跟议员拍定装照 竞选总部位置也找好了 前副总统陈建仁 还渴望接任靖总主委 我们那个靖总会跟大家做报告 绿营名枪起跑没几天 布局陆续到位 蒋万跟黄珊珊还在走自己的路 不到最后一刻还不能放弃 华语新闻 可贯成李定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